台宿六亲在今天惊传了员工坠楼身亡的事件 这名30岁的员工死亡之前 家人曾经接到他的手机简讯 透露工作的压力很大 不过他下个星期就要结婚了 家人认为不可能自杀 怀疑死因并不单纯 简儆现在还在厘清 台宿六亲惊传员工坠楼意外 云林六亲练游机械二场在将近中午时分 一名30岁张姓工人从4楼楼管架坠落 从楼高25米处跌到了13米处 整整跌了12米当场死亡 但由于这位张姓男子在坠楼前 有传简讯和亲友表示 常常达不到上司的要求 感觉工作压力大 因此不排除是有自杀可能 掉下去掉楼的方向 因为他那个最高楼跟中间那个 就是都是垂直的 因为他会掉进去那个楼 一般是不会这样 如果说你自己跳的话 跳下来一定是有一个超红线 就会站在那里 但家属质疑张姓男子是位准新郎 预计一周后就要结婚 如果真的是自杀 为何坠楼地点非一楼而是二楼 而且好巧不巧 坠楼地点竟然就没有监视器 但台宿也有话要说 初步研判 非属公安事故 对这个工作场所是比较熟悉的 那么最近因为他工作 去调去另外一个地方 担任这个公共管家 管线移除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几天理论上不应该去那里 目前仍旧疑点重重 案情看来并不单纯 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 警方还要进一步理清 感谢观看